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B 今集我們去吃一間新的泰國菜 它的名字叫做伊珊德 我的泰國口音正不正宗 我在家對著鏡練了很久 它其實之前一直在丹灘開的 它有兩間分店在丹灘 Richmond Hill 第一次開 它好像仍然在做 Soft Opening 但不知道有沒有什麼優惠 我暫時看不到 不過它的餐牌頗特別 頗多東西頗吸引 即是不會只做黃紅綠咖喱 然後炒泰式可粉就算了 它完全不是這樣的 它有很多特色的頭盤 小食 主菜 這些東西真的頗特別 它的名字伊珊德 其實是泰國東北部一個區域 它是比較貼著寮國 柬埔寨那些地區 所以我Google 資料的時候 它都說它們的菜式 譬如說跟比較南方的曼谷那些 是有些不同的 因為它拌了有些像寮國的風味 主廚是一個女士 我發現很多泰國餐館的主廚都是女士 這位女士以前在泰國 其實本來是一個電視台做記者 但是它做記者的緣故 就在泰國經常到處去 吃盡很多不同地方的泰國菜 所以它做了很多年記者之後 就發現自己原來的夢想是 就是想開一間泰國餐館 還去了東方文化酒店 讀了一個五星級的廚神訓練班 然後在2011年的時候 它就來了加拿大 認識了現在的老公 也拿了些錢出來 開了一間餐廳 就一直做到現在了 快說完地址之後 我們就去試試它們的食物 它就是9021 Leslie Street 即是Leslie及East Piers 這個mall有那間津燕 華星還有好幾間不同的餐廳 它的營業時間是有些空間的 如果你想去試的話 這裡要留意 不過我會將時間放在下面的Info Box 大家可以詳細參考一下 我們現在去試試它的食物 另外想提一提就是這裡的裝修 非常之色彩繽紛 亦都配搭得很漂亮 另外樓底夠高夠開揚 座位亦都不是說堆得很慢 跟著餐具又漂亮 整個環境配搭氣氛是挺正的 而且因為我們那晚比較早來 所以有機會一倒主廚Code的風采 餐牌方面因為有太多頁 所以我不放上來影片裡面 我這裡有一個連線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就自己下載下來慢慢欣賞看看 有陣香味 很有趣 泰式奶茶通常都很甜大 它都很甜大 但是就沒有我想像的 而且那個茶香很特別 而且老闆娘都在喝應該是OK的 趁點食物未來 直接剩一杯泰式凍奶茶喝一下 泰式凍奶茶通常有一種很特別的香味 主要就是來自於它們採用的茶葉 和八角 另外它們通常都會比較甜的 如果不是很喜歡甜的朋友 可能就不太適合你後味了 接著就來一個頭盤 就是我自己非常喜歡的炭燒豬頸肉 肥美又爽口的豬頸肉 再在這個明火上面烤到它 小小焦燉 哇 真是想起都流口水 你喜歡就這樣吃又可以 點它那個甜酸紫醬吃又可以 另外喜歡的話 包上生菜呀紫蘇葉一起吃都可以 豬頸肉處理得好 它完全不會有豬的臭味 另外那些甜酸紫醬 我自己個人非常喜歡 所以如果給我選擇 我還是喜歡點醬吃 因為它的醬酸酸甜甜 非常之開胃 幫你開胃吃下一道菜 接著這一道菜 我在電視上就見得多了 真正吃就第一次 就是這個火山豬骨湯 它有兩個尺寸給你選擇 今天我們選擇這個小的尺寸 裡面只有四大塊豬骨 同時間也有不同的辣度 給你選擇 由不辣至好辣都可以 但是因為我們今晚點了一個小的尺寸 變成了出來的火山不太好 我想如果你點一個大的尺寸 應該會震撼很多 這個豬骨就跟一個豬骨湯 豬骨湯都很清澈 很香骨味 但是味精就一定會有 東南亞菜式味精是不可能沒有的 另外它的芫荽芹菜胡椒味其實都很重 所以喝下去其實是挺好喝的 我自己很喜歡 豬骨方面其實吃起來沒什麼太滑特別 不過挺厚肉 而且它也算煮得挺透的 不過因為我們今晚點了一個不辣的 所以我覺得是欠缺了一點點東西 如果大家吃得辣的話 我絕對贊同大家點一個辣的來吃 不過我個人認為其實這道菜主要是要來打卡 另外一道主菜就是這條我和老婆都非常喜歡的烤魚 但是這條烤魚有一個小小的插曲 最後才告訴大家是甚麼 現在大家看到這條烤魚是一條Seabass 記住它是一條Seabass 條魚還沒吃下去 你已經看到是非常厚身非常多肉 另外烤得很美 中間還夾了一些香茅檸檬葉 讓它散發一種香味 真心說這條魚是好吃的 因為它烤的時候拿捏得非常準確 所以吃下去還是非常滑 另外還配了一個青檸辣椒的醬汁 所以是非常野味的 在餐牌上面它寫明這條魚是一個異散風味的菜 所以姐姐叫我們吃的時候 其實應該用一些菜包著來吃 因為她說泰國人也是這樣吃 包著來吃確實是有另一種風味 但是你真的要非常非常肯定 因為魚是沒有骨才好包著去 不然它吃的時候就很容易啃 所以我和我老婆 最後都是這樣配合魚肉來吃 剛才說過有一個小插曲 以及提及過這條魚是一條Seabass 但是其實在它的餐牌上面 這條魚是說會用一條鯽魚 價錢是$32 有一個選擇可以轉為Seabass 但是那個價錢就會是市價 直至到我埋單的時候 才一看為何這條魚要$57 那它才告訴我們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沒有再用鯽魚去做這道菜 因為鯽魚的效果不太好 所以就轉用Seabass 但是重點就是 其實一直都沒有人跟我們說過 他們會轉用Seabass 也都沒有人跟我們提過這個價錢 那我們就跟他們反映這件事 他們是有道歉的 但是當然價錢當然沒有收回鯽魚的$32 其實這條魚是真的好吃的 但是我覺得你責任上是應該要跟你的客人去解釋 而不是到賣單的時候 客人看到你才告訴客人 我今次就姑且當它是新開張 所以他們未必是有心欺騙的 只不過是可能不太熟手 所以就一時忘記了提客人 Anyway 吃甜品滷一下 它這裡的甜品選擇有很多 所以我就沒有選到大家都很喜歡吃的芒果糯米飯 而選了這個叫做烤椰子糊泥糯米飯 他們將那些糊泥椰汁糯米搓在一起 然後包在香蕉葉裡面 再放上明火裡烤 所以放上桌子的時候 哇 你那股香蕉葉味是香到 然後再加上你一開的椰奶味是衝出來的 這個飯真的不是開玩笑的 是在我暫時吃過的泰國甜品之中 這個是我最喜歡的 我喜歡這個多過芒果糯米飯 還有當你打開香蕉葉的時候 它有一種殷尖的椰子湯的香味 加上那些糯米飯又嚥嚥嚥嚥嚥 這個甜品真是不得了 根據店員所說 他們現在正在做九折 現金、信用卡、debit卡 什麼都可以 另外他們會做到3月10號為止 再說兩說 原來這間是他們第一間Franchise的店舖 他們的老闆和老闆娘是一對年輕的夫婦 吃飯那晚都看到老闆娘落手落腳 所以都挺親力親為的 雖然這條魚有一點不開心 但是我相信他們是無心的 我也希望他們不是故意 不過它的食物質素是不錯 而且它的食物是挺特別的 另外環境又很舒適 所以整頓飯都吃得很舒服 再加上它那個甜品這麼好吃 哪能生氣呢 它的餐牌其實真的很多選擇 有很多東西我們還未試 所以我想我會回來一次試其他東西 好啦 今天這條片就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喜歡的話就記得訂閱、讚、好、留言、分享 好啦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